字幕志愿者 王农文 我是王农文 今天华山会客是请来一个 我看了有点惊讶的老朋友 张佩伦 因为他本来满脸是胡子 今天这么清秀突然让我 新造型 当然他在整个台湾的文创界 非常赫赫有名 在华山其实 经营Legacy 跟我们合作很久 严格来说 他比我还早进到华山 2006年 在华山做简单生活节 我是200712月才进来的 但实际上会进来 也跟他有关系 基本上是他拉我进到这个地方 今天来请教他 卖功清稿 不要讲请教了 谈谈你一生的音乐经历 我看你的经历 从1984就做滚石的经历 1985进滚石 1986做经历 经历滚石的飞煌的时代 到后来唱片业的变化 然后中间有魔言 然后你到2001 所谓离开唱片业 可以描述你的 回忆一下你的 所谓唱片业最环游的时代 为什么会描述 他是一个 那是一个单纯的时代 OK 谢言的时代 那他整个近代的 华语流行音乐的起点 我认为还是从 要从黎庄泽说起 校园民歌 校园民歌 OK 因为在那个之前 可能都还是比较 官方系统下的综艺节目 然后爱国歌曲 到了中美断交 或者是台湾退出联合国 然后很多的社会的变迁 导致青年有一种难选 李双泽在1976年的12月3号 在淡水说出来说 我们要唱自己的歌 我觉得这是一个 让青年开始去创作 自己这个时代的声音的 一个开端 虽然初期还是保守 可是那个音乐里面 怎么样都是这一代 年轻年的一个思绪 那到了80年代初期的时候 有另外一个社会的一个背景 导致台湾流行乐 有了另外一个变化 就是经济起飞 OK 那这个经济起飞的时候 第一个出来的是大佑 罗大佑 他的作品在这个时候 第一次让这个流行乐 开始走向 不只是年轻人 还是跟整个社会发生关系的一个变化 跟社会互动 社会互动 那只有到罗大佑的时候 张庸志在应该人间复判上的全盘的分析 这个是让音乐开始有论述 音乐开始不再只是年轻人的 很轻薄的东西 从这里开始有一个厚重感 然后到了 可是这个富裕化的时候 让台湾进入一个小康环境的时候 那开始出现更个人主义的 更私人领域的音乐的变化 就比如说李宗盛 陈生 他们的创作在这个80年代中期以后 变成是台湾流行音乐的基调 我常常形容它是一个金鱼钢的时代 虽然金鱼钢里面的鱼 不见得觉得自己不幸福 虽然我不是装死会资 我也不能说它是不是真的不幸福 所以做唱片业的人 就所有的人都没有资讯 高跟人的资讯都比较落后 滞后或者是攜手 所以某一些对我们全球的音乐 比较敏感的人 他去取得这些资讯知识 然后回过头来 在本地去做出音乐的作品 然后提供给消费者 他是一个很顺畅的一个 甚至我在进入这个行业 刚好是进入到这个行业 正要巅峰的开蹲 1985年 所以他是一个 很幸福而单纯的一个时代 那在那个时代的 爱唱片 比如说 你就在金鱼钢里钓鱼 它有多难 虽然它也有难度 可是它能有多难 那时候就三个报纸 三个电视 一个电台 然后你要创造流行 你在这上面运用好一个 有效的沟通方式 一个文案 广告出去 所有的人都会跟随去 做同样的事 然后大家都活在同一个思想 同一个资讯源的影响之下 那这个事情的界限的打破呢 是在1987年解研 解研之后 这个金鱼钢的裂痕就开始慢慢的出现 因为全球的资讯会进到我们的生活里 在当时我就 在当时我就 alarm这个事情 它可能会变成是一个 这个产业的 最后会瓦解的一个起点 原因是说 文化是非常容易被比较的 对一个年轻的消费者受众来说 全球的文化资讯 它的工业力 它的资本规模 它的创意 它的传播能力 跟本地的音乐摆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到底有没有办法竞争 这是一个 那个年代就开始提出的问题 94年的时候 台湾最卖的唱片 那一年是 Marie Carey跟Winnie Houston 各卖80万张 这个在台湾的流行乐历史里 其实它是一个不寻常的讯号 因为以前台湾会卖到81百万张 都是本地的唱片 从来没有过 年度销售冠军是西洋 或有些外国唱片 所以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已经知道 那个文化标准在动摇了 你以前在金玉缸里面 所有人都一致的 被保护的一个文化的市场 开始出现裂痕 那到了1998年的时候 出现两个事 第一个是年初的时候的铁达米号 当年就卖了100万张 100万张 180万张 其实 这个是夹在好莱坞的西方的 娱乐工业的电影的 然后音乐的影响力 你没有办法去抵挡它 那时候台湾的自己的歌手 1998年的时候 就97年到98年的时候 是500张正月 然后张惠妹 那他们能够做到记账 100万以上 100万以上 所以180万张应该还是 台湾的销售记录我才 所以你在这里面 可以扮演什么角色 我当时 在管时的时候我是计划 可是另外一种在音乐的计划 叫AMR 叫Altis and Registro 大意就是说 你希望这个艺人用什么样的音乐 用什么样的样子 跟什么样的人沟通 在什么样的社会情境下 透过什么媒体 OK 所以它是一个 我觉得很有趣的工作 在那个时期 那做这个事呢 它不是纯粹就是包装 带着艺人做漂亮的衣服 拍美美的照片 拍个似时而非的MV 然后就变成是企划 它不是一个物理工作 它其实还是一个思考 这件事情 本时的段先生 跟詹宏之都影响过很多 虽然我们大家都有心 希望能够 让台湾的音乐走向国际 可是实际上 你都需要一个更大的母市场 来支撑你的 不要说是财富的积累 而是你的工业能力跟经验的积累 你需要这个过程 而且它极有可能很漫长 年轻人在过去 是非常悲惨的一个民族 科举到联考 它都是很公益主义的东西 你知道吗 做大官做大事赚大钱 每个人念书的结果 就是为了追求公民秘路 站在一个那个地方 可是你喜欢什么 你想要什么 你怎么样可以成就自己 你怎么样可以活得比较快乐 你在年轻的时候 可不可以享受生命 你不要等到老的时候 再来做青春没有做的事 你有没有办法 到了老的时候 分享更多的资源 机会给更年轻的人 我说在这个工人2000年左右的 那个这个摇滚气氛 跟现在的气氛 有明显的不同吗 我是95年回到台湾 那在台湾做了台湾的摩妍唱片 OK 所以是五百 常任乐热狗 江乃文 郭英男 胡德夫 然后 你知道是那个阶段 这些成就是在那个时候做 是在那个时候做的唱片 那个时候台湾刚好也是后解元时期 对 台湾已经开始走向后解元时期 你开始需要更有个性的表达自己的时候 所以这个时候做台湾的摩妍唱片 大概是一个还不错的事情 更有个性的表达自己 更有个性的表达 可是台湾自己的主流在过去 一向都是抒情而恶恙 至少在1995年以前 这个事情是很明显的 就是所谓的主流 就是最大多数的人所喜欢的东西 所以你台湾摩妍能够经营 这么多可以表达自我的这些明星们 那看起来是很成功 你为什么会离开所谓唱片宴 在网络时代来临以后 今天是有一个根本的改变 你大概已经没办法 就是把创意做好 如果你不懂财务 你可能根本做不出来 然后你做财务的人 如果你没有一点文化或者审美 或者娱乐的sense 你可能也做不好 因为everything is entertainment 每件事都是娱乐 所以我做唱片的时代是幸福的 因为我觉得不管在果实 有幸经历台湾 流行乐最繁荣的一个起点 到北京去经历 老本月爆发的一个起点 在台湾做模园的时候 是台湾的我想跟流行乐的个性化的 而同时又有市场影响力的一个阶段 所以我在那个阶段的后期的时候 就知道我已经看到这个产业 时期可能会有的变化 如果留在本时很难 因为他显然必须面对历史上带来的各种的责任和包袱 必须要去整理 而我觉得我可能需要去思考跟学习 怎么去有 还有机会能够往我想做的事情 还可以继续做 第一件事是学财务 那我觉得这个是 所以那时候是在想要创业吗 要做宗旨吗 前面三年的时间 坦白讲那三年都在想要不要创业 但是那三年想要做什么 有没有方向 就是现在看到的所有事 那为什么会写出这样的计划 是这里面又有音乐 又好像不全是音乐 是那个时候的时代氛围 有文化创意产业的氛围吗 没有没有还没有 都没有 我只是从经验里面来看 第一个是 我一路做的过程 不玩在滚石 跟罗道又李宗盛成声 那其实显然我关注的是 本地的创作者的音乐员 原创的音乐员 这一代的年轻人 当代的创作 他怎么在当代成功这件事 那可是当产业出现变化的时候 我觉得第一件事你就知道 这个机会会变得非常的迷茫 没有CD销售了 CD销售会越来越少 第二个呢 是传播模式改变 以前呢你要创造流行 你只要在有限的媒体环境里面 给金鱼缸里的人一个非常清晰的资讯 非常容易就创造出所有人都一致的一个流行的趋向 对变同 可是当媒体分散的时候 其实 现在已经是这个文化产业的一个非常明确的一种现象 就叫圈层化 其实它分成非常多不同的分众 那台湾当它开始分众化的时候 社区化社群化的时候 每一种社区的人口基数都是少的 对你知道 那所以你怎么去传播 它也变成了一个问题 我在离开唱片业 决定解散磨研 离开磨研的时候 我就跟所有磨研的几个主管员工说 我离开了 如果你们将来要离开要做音乐 千万不要在主流唱片公司做 自己做 因为媒体 所有的媒体都失能的 就是磨研出来的一个系统的方式 就是你真的就想尽办法把音乐做好 你想尽办法把小的演出做好 你想办法把你的网站 或者是网络公司做好 你不要去取悦大众 你把这里做好的时候 大众会自然走过来 如果他没有走过来 你就继续努力的做 你去怎么样在万千的资讯里面 去说服消费者说我是最好的 这件事没有意义 所以这个也是你对独立音乐的信仰 他是这样的没有错 尤其在资讯这么繁荣的时代 你根本没有足够的渠道 或者是资本去运用到 所有的人都救过来 已经不可能了 可是你在某个地方把这件做好 同质性的人会被你吸引 有可能一不小心 他会吸引到同质性以外的人 那我们用你后来做的接生 streetvoice跟 生活贴 生活贴 都跟这个有关 用这个来 你个别做这些事情 是要达到整个生态系统的哪一些事情 我不敢说我一个人做到生态系统 我只能说现在那个时候 是都还没有发生 所以你必须要做一些基础建设 那这个基础建设 第一个是接生这个网站 最小最早的时候 别人问我接生要干嘛 你让所有的人的创作进来上传 他有很多东西 我没有办法在经营的时候 面对投资人去回答说 这个网站将来会让大家估值 增到什么地方 大家都会赚钱 我答不出这个问题 到现在还不能 我现在kind of 可以 比较愿意找得到一种方向 可是我并没办法证明 我一定已经完成了 OK 就是说 他是 他必须让最早期的 独立创作人 音乐人在这边 他可以因为彼此之间的 比较竞争 而在编曲录音上面有进步 OK 你懂我意思吗 这是一个 只有同侪会影响同侪的时代 OK 对 你必须要让很初期的音乐人 他有留下来这个行业的理由 他有粉丝 有人听 你没有办法去取悦大众 你像我讲 可是如果在这里可以聚群一堆 很有心的用户听众 那你就会有一个基础 开始往前走 那所以如果从数字上去描述说 有多少人进进出出 或者生生妹妹在接生里面 我们现在站上大概三万四千组创作人 那历史上进来 大概也就是晚留下来的很多 那从这里长成的人 是会自己冒出来还是说 你要再透过这个简单生活节这样的平台 来帮助他们 因为我对文化创意产业的解读 我有一个我自己的说法很呆 什么是文创产业 就是三件事 就是文化创意和产业 听起来很呆 可是我的解读 我觉得很有道理 因为文化讲的是生活方式 你这个地方的人怎么活怎么想 形成你的审美的需求 形成你的价值观 创意是创作人在生活里面 截取养分 或者发现欠缺 而形成作品的过程 产业是让这些作品 得以传播销售 把钱收回来的专业的模式 那是我拿北京举例的时候 我说我没有做北京老婉乐 老婉乐是北京 当时年轻人的生活方式 因为它是这个生活方式 所以才有这些作品 所以我才有唱片可以做 你懂我的意思 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 不是做产业 是先回头看生活 必须先看这个事 而如果你把它变成一个 大家都接受的生活方式的时候 那我先不能说 个别独立音乐人 他会因为这样 得到多少的增份 他会的 可是呢 他更大的是 这整个事情 这整个事情 会变成一个 也许年轻人喜欢的事 就是我进去第一届 简单生活的时候 看到这些年轻人的 原创的作品手工 或者是事物服装的时候 我觉得大概所有人 都会有一个心理状态 说原来我身边年轻人 可以做出这么好的东西 可是在这一天以前 我们的文明 是不相信我们的年轻人 可以做出很好的东西 所以当所有人 开始愿意相信 身边年轻人 会做出好东西的时候 他才会有一种 存在的意义 音乐上 因为他有人喜欢 所以那个是创造一种 喜欢独立创作的生活方式 的核心逻辑 我在推这个生活方式 以前我可以 Marketing做企划 卖一个唱片 推一个音乐人 可是我现在没有办法 没有这个工具 没有这个CD卖了 而媒体也不是这样的 可是你可不可以 创造一个生活方式 让所有人都 你可以帮同一个时代的音乐人 去做推广 帮一个城市的年轻人 做推广 我觉得这个做得到 就是用生活方式的概念 去做 当我们如果要发展 它必须要有一个生态系统 让原创这件事可以存在 那这件事情需要的 很多基础建设 在这个时候要发生 那一个是杰森 一个是simple life 前面都讲 然后再来讲legacy 那legacy 在legacy之前 台湾有很多很杰出的life house 已经有了 如我所在留言 女巫店 那可是呢 它有一个特征 就是说 它在温罗丁 它比较偏向是给 ing people 就是本来的文青 文青 就是它是 就是原来的族群 那会去自己发现的人 当然它有非常 就好 积极的去寻找 更indy的character 个性的东西 那可是我在华山做的时候 因为它是地上的地方 至少 就是说它是地面上的 就是我会希望 会是地下的 对它会比较希望 能够把主流也拉进来 因为我认为 因为这里面 我大概是比较多 过去曾经在所谓的主流唱片公司工作 那你会知道说 主流其实它也需要 虽然它自己不知道 嗯 所以回到这里 然后让主流可以进来 让你喜欢看演出 这个市场变大 这是想要做的事 然后再来是好秋 好秋当然是生活方式的 立场的展现 那外面的市集里面 每一天我们都有音乐舞台 那音乐舞台 就是之中上面 最junior的音乐人 就是不管在好秋的simple life 它都有一个效应是说 因为现在听音乐的人 当你完全不知道这个团 跟这个人的时候 你在什么地方看到 你会被它吸引 嗯 什么地方听到 你会被它吸引 嗯 你可能滑手机 看到很酷 可是下一秒钟 另外一个讯息进来 你就忘记了 嗯 科威特大爆炸 忘了 你懂我的意思吗 你就忘记了这些东西 所以你走进这个场景的时候 这个场景会有一种情境 来让你的情绪改变 嗯 在这个情境里 你听到这个音乐 这个音乐跟你是可以沟通的 哎 就从street boys 到简单生活节 到好秋 到这个来 Negacy 这个都是你整个生态 这个自己也可以串一个生态系统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说 譬如说你在做简单生活节的时候 那一种领导性的主张 譬如说 做喜欢的事让喜欢是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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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很有感染力 或者很有很有这个引导性 所以这种主张 你在讲 We are virtual 或者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意思 在你的定义里面 在生态系统里面 我觉得我们说做喜欢的事让喜欢是有价值的时候 其实我们知道有非常多的年轻传作人在 他们是做喜欢的事让喜欢是有价值的 你问我的潜意识里面 我觉得这个的确是有一点点 希望能够引发 something 对 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就是 没有人告诉你 你应该喜欢什么完成它 而是告诉你应该好好把书念好 最后去赚钱成熟 相对来讲其他的slogan 没有这么有力量吧 以上We are beautiful 这种 对 那个是有力量 Simple Life的品牌基本上是做喜欢是有价值 是它的核心的价值 它永远在的 那We are beautiful 其实是因为季节的变迁 那那个时候 坦白讲We are beautiful 那一年在当年的时候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 我们有一句小字是 Even if we are small 你小可以很美吗 你知道的意思吗 在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有点shaky了 我要怎么办呢 你知道我们的下一步在哪里呢 所以We are beautiful 那个海报出来的时候 是被抢一空的 替现在的玩音乐的人问一个问题 现在的歌手要怎么成功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其实也很难 因为第一个是每一种不同的音乐 和每一个歌手 它的成功路径可能都截然不同 所以它没有一个答案可以去满足所有的人 那第二个呢 是这个行业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捷径 当然也有 选秀节目 选秀节目是一个机会 可是你有没有办法在选秀节目被看见以后 持续性的成长 而不是选秀节目就是你人生的高点 可是你能不能够在每一个 在每一天的同时上架的几万首 甚至更多的作品里被听见跟用户 跟听众产生关系 那这个过程它不会是太短的 它会有一个过程 你能做的最好的一件事 就是把你自己核心 可以做好的事情处理好 在这个趋势里面 你怎么样去结交人才 第一个你先面对自我 第二个你需要可能有视觉的 影像的演出的朋友和伙伴 然后可能在思考的命题 不是只有我的作品 而是我的作品带给听众的意义 那这些东西都是可能必要在 创作过程里要思考的命题 我问两个问题 一个是说简单生活节的下一步是什么 你作为这个整个生态系统的西 你要把这个集团带到哪里去 简单生活有很多需要更新的地方 这个我们自己知道 大家都不相信身边年轻人 可以做出好的东西 我们习惯买国外的名牌 可是坦白讲一个在法国的化学 做得出来的保养品 怎么会比台湾本地年轻人 在你身边离你很近的地方 你的温度湿度都跟你一样的人 做出来的东西更适合你的肤脂呢 我就是说你要相信 所以要相信 本地的东西 在文明上面 我们习惯于西方的东西 所以我在做简单生活以前 我做了一个台客摇滚家人画 对 那个论述的标题叫 我的生活就是美 就是说你怎么去让所有人 都相信我身边的东西就是美的呢 因为你的审美观是被西方定义的 你可能被现在主义的定义 你可能被什么东西定义 是一种自我肯定 或者是一种适切舒服的一种方式 我觉得台湾现在走到这个东西了 所以简单说 我可能在策展结构上面 也要做一点调整 那我们在经营模式上 华山后面草原不让卖票了 当时铁路局还是哪里 就说各种原因 那对我们来讲 是因为我们有赞助的支持 这个是生存模式 那第二个呢是 当我不用卖票的时候 我就不用去请很多大牌 我可以让独立音乐的人就压着 那可是另外一个角度呢 是我们也觉得台湾 希望走去更多的地方 创作者 我们有能力带领 或者是来做出一个 把台湾的生活方式 因为我不相信音乐 本身可以这么轻易的 让完全不同语气的人就理解 可是跟生活方式回并的时候 是不是有可能呈现出另外一种魅力 来让音乐人有更多机会 那从整体经营上来讲 我讲的很现实了 就是说在过去 我其实从来没有想过财务出路 这件事 坦白讲 我讲的东西都是基础建设这个事 那可是呢 做到这个一个阶段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说 你原来基础建设 希望看到的某些画面已经发生了 所以我有没有能力去让支持我很久的股东 能够得到回报 OK 这个是经营必须要去思考的问题 因为任何的文化产业 文化的内容的成功 坦白讲都是看消费者哪个买单 是 所以 当我在讲建议成功的时候 也在想有没有方式来加速消费者买单 这些创作者的内容的过程 也在想 所以你问我到发生的哪里 其实跟所有经营的人 在担忧跟焦虑跟想要解决的问题 其实都一样 那只是我更具体会怎么做它 我想那个讲起来就很复杂 再追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 在两岸的分工里面 中国大陆的市场本来很大 但是在你这个整个事业体里面 你是当它也是一个实验的过程 还是它是一个市场 它还是一个市场 我们的版权的收益在那边是很高的 很高 是高的 OK 所以代理版权帮收的人去取得 能够稳定的透过宣传 拿到公平合理的回报 然后把这个法律流程给处理完 让收入可以回来到你身上 这个流程是专业而且稳定的 而那边可显然在互联网的 听音乐的流量来说 它一定比较大 所以大陆市场的美丽跟哀愁是什么 你要想尽办法维持每一件事情的本质 做思路 还不要被太快速发展的 可能会得各种机会去搅乱思绪吧 今天非常谢谢一个热爱音乐一生 热爱青年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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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爱年轻人 也不错 你也遗老漫的 也没有啊 我是永远的18岁内心里面 我没有长大过 对 嗯 非常高兴 你来跟我聊天 谢谢 热爱 我都叫王董热爱 热爱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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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